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接下来师父想跟大家讲 六祖与怀让最后的一轮对话 六祖告 六祖接下来又讲 只此不污染 诸婆之所互念 卢既如是 五亿如是 西天般若多罗称 卢族下出一马居 踏上天下人 应在鲁心 不须如是 一遍 一个人 二天 你是这样 鲁鸡如是 你是这样 五义如是 我也是这样 印度的波罗多罗 就是六祖拉 就是对怀让禅师说 西天当时指的是印度 大家知道到西天取经吗 所以当时就是到印度 这里指的西天波罗多罗 这是一个人的名字 在印度有这么一个人 鲁竹下出一马鞠 在你的以后的弟子当中 会出现一批小马鞠 这这个马鞠就是指的 马祖道一禅师 这是后来怀让禅师的大弟子 马祖道一 怕杀天下人 这个杀并不是杀人的杀 就是把所有的人全部 被他征服了 这个意思吧 他可以教化 世界是天下之人 就是你不要急的说出来 应在乳心 你的心里应该明白 我不须跟你讲太多 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呢 不须诉说 就是不要急于说出来 记在心里的 应在乳心 你应该记在心里 会有这么一个人 你的一个弟子 他以后会很厉害 教化天下的人的 你不需要 马上现在先说出来 那么 结果呢 怀让禅师呢 在六祖身边呢 侍奉了十五年 在他身边 照顾了他十五年 他对道的体会 日渐深刻 非常的努力 他自己到南越去弘法 所以当时的禅宗啊 又在南越啊 得到非常非常的 传播弘扬 他当时呢 被曹廷啊 也是赤封为大会禅师 禅啊 就是讲智慧的 一个人有智慧 就叫禅 禅师 所以禅师就是这套法师 没有智慧 怀让禅师呢 还有路氏弟子 一共有六人 路氏弟子就是说 可以得到一些真传 就可以讲给你听 里面的道义的真传 其中呢 马祖道义的门庭最盛 就是他果然有个弟子 叫马祖道义 就被人家预言预重了 后世的灵纪 为阳两宗 后来又出来了灵纪宗 还有这个维阳宗 两个宗派 全部都是这个 马祖道义传出来的 所以这个法门 就是一代传一代 学了之后再传下去 变成自己的 一个另外一个宗派 就一个很正常的 一个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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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就是不停的在弘扬 万教皈依 意思都是佛 佛教 但是呢 大家门派可以不一样 就是都是人 穿的衣服不一样 说的话不一样 结果呢 怀仰禅师呢 曾经这样告诉他的 六位路士弟子 他就告诉他 卢等六人 同正五生 你们 没有个人啊 同正 就大家都得到了 我的延传声音叫 各器其一 每个人都拥有一样 特别好的 一个功能 一个能量 一人得五眉 一个人呢 得到了像师父一样的眉毛 善为义 就是非常非常的 微武 为义 他的名字叫常好 第二个呢 一个人得五眼 得到我的眼睛 善顾盼 就是能够观察前后左右 照顾骨盒 看望 顾盼 前后左右 叫自打 这人叫自打 一人得五耳 有一个人呢 得到我的耳朵 善听礼 非常容易听到 正义 然后 一人得五鼻 一个人得到我的鼻子 善之气 知道了 这个气 一人得五舌 善谈说 就是非常舌头 人家说说话 就是靠舌头呀 你看人家说舌头很灵活的人 讲话就快 一人得五心 那么这个人得五心的叫善谷经 自古代和清天的传统 它叫道一 最后这个善谷经就称为道一 就是马祖道一 他说了 一切法既从心圣 心无所生 法无所住 若达兄弟 所作无爱 非欲上根 一生的慈善 他懂得了 他在慧能大使身边 十八年 他说一切法既从心圣 就是说这个 世界上的一切法 都是从心里生出来 这个就是说 万法有心圣 心无所生 你说 你碰到了外面的情况 你才会生出这个心 你看到了外面的墙 买房子 你心才生出来了 大家没有 你没看见房子 你不会去生 大家都在排队买菜 你才想想 这个菜便宜 我去买 你是不是一切法既从你心里生出来了 对不对 那么心无所生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呀 你心的心是没有生出来 本来是空的 一面镜子了 今天我这面镜子照着一个花 我心中就有一盆花 对不对 我今天这个镜子照着空的 我这个心里就是空的 大家明白了吗 所以心无所生啊 本来是干净的 心是干净的 因为你照到了人间的东西 所以法无所住 人间的一切东西 都是不常住的啦 你能照到什么呢 你告诉我 你照到的是虚幻 那是虚空的东西 这就是你看这个禅宗就这么厉害 若达心地 就是如果你只要用心 用你的本性 心地善良 讲的心的到底的地方 就叫心地 那么就是九世天宗 那么只有你达到你的九世天宗 你才所作无碍 你做出来任何事情 没有障碍了 九世天宗 应该是阿摩罗斯 非遇上根 如果不是遇上 上上的善根啊 你就要当心啊 以圣 词是什么 你如果没有这个上根啊 没有这个上上根啊 你最好要谨慎 然后词是什么 往后退啊 不要去冲啊 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 六祖问怀让 什么出来 一语双关 就是问 你本性从哪里来了 他对佛法的理解怎么样 所以你看很厉害 所以当怀让说 松山来 他说松山来 什么意思啊 我从松山过来 明白了吗 他就老老实实告诉他 我从松山过来 但是呢 六祖贵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圣门五 那么来 他就告诉他 我从河南 宋山来 他就问他 圣门五 那么来 到底在哪里啊 你怎么过来啊 实际上就是 六祖贵人在问他 你知道不知道啊 你的本源 从哪里来啊 你的本性 从哪里来啊 明白吗 所以当时他根本不懂 坠入了五离云物当中 搞不清楚了 经过八年的 餐延 体悟 他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有了醒悟 他就告诉他了 说是 一物 其不重 你讲 什么地方来也好 什么人来也好 这些东西都不对 那么然后呢 怀让到处了 禅家的一个重要的 学禅的一个重要的特性 禅道有一个重要的特性是什么 就是不可言喻性 因为禅道就是说 任何事情 你不要去把他讲啊 因为啊 讲出来都会变的啊 你就是讲对了 他也会变 你讲的不对 他也会变 所以不可言喻啊 就是不可预言了 不要去讲啊 所以禅道 就是以内心战胜了 和超越了 自己的理解 你看看禅宗啊 他主要是心理活动 他非逻辑性 非对象性 他没有逻辑的 禅宗是风又是雨 是动又是静 对不对啊 他超越时空 时间和空间的 一种直觉观照 很厉害的 他是一种通感的体验 什么叫通感的体验呢 就是我认为 当时怎么样情况 我心里明白了 我知道了 但是我不讲 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潜意识 就是不能拿到的一种意识 你得到它 又好像没有得到它 那么就是一个人的 内心的精神存在 我要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什么叫通感体验 我今天看见这个人 我觉得他蛮好的 但是在你的心里 你会明白 这个人虽然 我现在看了他蛮好的 但是我没听别人说他好不好 听别人说了好不好之后 我才知道他真的好不好 明白了吗 你对他今天看的好和不好 只是一种潜意识 所以很多人骗人的人 表面上消息息的 你都觉得很好 实际上 他在骗你 所以禅宗的意思就是 叫你们不要去下定论 不要去马上决定这个事 好的还是不好的 这是物质 这是精神 这个事情是好的 是对的 不对的 叫你们认为 三界为心 万法为实 你看到的东西 是由你的心造成的 所有的佛法 就是你的意识造成的 你们现在所有的 正确的意识 全部都是法佛法 师父现在跟你们讲的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就是法 肯定是对的 意识 世界上很多事情 都是因缘合合而生的 不恒战 就是永远不会长久的 所以任何一个人 辗转生死 内心 永远不会安宁和平衡 所以任何一个孩子的出世 一村出来 就哇哇大哭 因为刚刚生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了 这一生 无依无靠 你看孩子为什么出来的时候 他就哇哇大哭 你看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这孩子不会哭的 他就依靠 他依靠母体啊 出来之后 整个就像从天空上 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悬空了 无依无靠 他的内心 为什么不能平静和平衡 因为他有 累世的愿解呀 所以烦恼跟痛苦 精神的痛苦 肉体的痛苦 这个不是人生的根本 所以禅宗告诉你们 身体受点苦会好的 精神上受点苦也会好的 最主要你的根啊 你怎么样的本性 本根要正的 什么叫最圆满的幸福啊 就是去忘成真的 因为每个人心都会有一个自由的本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禅宗里面讲的浮沉看见 实际上就是把你心中那些烦恼 杂念翻念 扫干净 去除你的烦恼 所以 真正的 有禅修的人 他不跟别人计较 他知道 这叫分辨性 他没有分辨性的 他知道任何师父都会变化的 所以他不会跟人家斤斤计较 你去看好任何一个人 斤斤计较想不通的人 他觉得这个世界对他是可能是末日 实际上他就没有残修的那种智慧 什么都会变的呀 一会变好 一会变不好 一会好了 一会不好 人生都是这样 一会好 一会好 一会开心 一会不开心了 一会想不通 一会想通了 你说人 你把它放大 不就是个轮回体吗 你们告诉我 人不就是个轮回体的 一会说慢慢好了 一会说爸爸好 一会说妈妈不好 爸爸不好 一会说妈妈也好 爸爸也好 明天又说爸爸好 后天又说妈妈好 那人不就是个轮回体的 这只是一个境界而已 所以禅宗里面讲的 以心传心 禅宗为什么说 你心知肚明啊 就像人家说了 这个如鱼饮水啊 冷暖自知啊 就像一个鱼喝水一样的 冷了热了的 自己肚子里知道 你们都清楚 这个人对你好不好 爱不爱你 你心里最清楚呀 你能感受到的呀 冷暖自知 所以禅宗讲的就是 菩萨爱不爱你 你求菩萨灵不灵 你自己心中肚子里 最明白了 菩萨爱不爱你们啊 你们念经灵不灵了 好了 明白了吗 我们心里反分里面 有禅宗的呀 让你们理解呀 理解人生呀 这是禅宗呀 所以人的心 一旦得到了开悟 你在生活当中 会得到很大的 对你的帮助 为什么呢 禅宗告诉你 什么都会变 那你想一件事情 想不通了 你可以变不大 每个事情都会变化的呀 对不对呀 事事无碍 没有一件事情 可以阻碍你 因为你得到了禅宗 因为你知道 世界上任何事情 今天有阻碍 我明天可以把它搞定 用现在话叫搞定 对不对呀 变化的呀 所以得到禅宗之后 人会精神非常好 觉得世界上 什么事情都会变化 自信常明 印证佛法 所以六祖与怀让 最后的一轮对话 实际上就是讲到了 印证佛法 印证佛心 日本好人的派 实际上就是 美国心 我们来的派 真的不好 不容易 禅宗 尷尬